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民进党部局台北市长选战,选队会尽分别征询党内有意参选者意见,上午先与前副总统吕秀莲会谈一小时。 选队会召集人陈明文会后受访表示,选队会充分向吕表达立场与做法,吕也尊重民进党中央决定,他也强调,若党自提人选,就会是最强的, 但目前仍在征询程序。 吕秀莲则自信表示我就是最强的选队会共同召集人陈明文、联西耀、党秘书长洪耀福,身兼选队会成员的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成国金分别约寻党内有意参选者, 下午再接续会面立委姚文志,及宣称退党的前台南县长苏幻志,对于未来是否在拜访台北市长柯文哲。 陈明文说,已经拜访过,目前没有这个行程,媒体询问若最强的人选是柯,是否会礼让。 陈则说,问题不合乎逻辑,民进党支持者希望民进党提出最强的人,当然是期待民进党在这次台北市长选战可以胜利。 支持者一直希望提最强人选,我们认为推出的人选就会是最强的。 陈叶强调,是否要与科合作,还是自提名,还在征询过程,未有定案,选队会不只听有意参选人的意见,还要询问基层看法。 选队会下周三就会做决议,送出裁定,交由主席,主席认可就会交由中只会决定针对于旅会面。 陈明文说,他向吕报告党中央开始启动征询程序,希望了解吕对这次人选的看法。 吕从国际角度,两岸关系,对台北未来发展谈很多,双方谈话融洽,也希望他呼吁媒体对他公平一点。 至于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上周四晚间召集选队会和新成员讨论选情,传蔡布满科发言, 认为科与民进党不同心。 陈明文表示,他没听过,基本上接受是选队会报告,没发表他的看法,对于如何判定最强人选。 吕秀莲会后受访自信表示,当然是我最强,年轻人不要小看他,民进党打过六次选战,都当选,包括两次副总统,桃园县长,不可能任务都是他达成。 吕秀莲说,他向来是要选到底,是媒体瞧不起他,老是觉得他不选。 至于未来是否可能以民调与科文哲一较高下。 吕表示,民调现在就像思思有两种,一种是诚实民调,一种是不诚实民调,如果要做民调,一定要做诚实民调。